承巴全港第一部轻能三軸双层巴士获正式发牌 将会进行道路测试和培训车掌 最快明年1月投入服务 承巴这部新力军外形和电能巴士相同 除了是全港第一部获发牌的轻能巴士 更加是全球第一部轻能三軸双层巴士 由承巴和内地威慈腾汽车共同研发 轻气经燃料电池产生化学反应之后 会转发为电力继续推动摩打 期间只会排放升水 承巴说采用的四型柱轻瓶是属于业界最高规格 并且涉有多种监察器确保安全 这个柱轻瓶是需要经过一系列的测试和认证 能够抵御一个撞击、火烧、甚至是坦克车 剪压过都是没问题的 我们都布置了不同的监察系统 包括温度监察系统、压力监察系统和轻气监察系统 如果我们发觉数据上有差异 它会有一个指示在我们的车车标板显示出来 和相关系统会停止 这部轻瓶巴士的冷气散热系统 就放在近车底的位置 和一般柴油或者电动巴士不同 柱轻瓶就放在较高 原因就是一旦有突发情况 轻气可以很快向上排走 不会积传在车里 承巴说样板轻巴每次入满气只需要10至15分钟 比起电动巴士充满电要大约3个小时快18倍 造价800万 强调不会将成本转价给乘客 而明年会再引入果凉板提升续航力 承巴会安排道路测试和培训车长 最快明年一月投入服务 但由于法例所限不可洗经隧道 初期只会在九龙行驶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承巴轻能巴士及家轻站启动礼 支持的时候说目标明年提交制造 主运和使用轻能的修例草案 政府会透过推导轻燃能的技术试验项目 并且参考内地和海外的轻能发展经验 定立本地长远去使用轻燃料的安全运作 框架和发规 从而促进香港在轻能经济的发展 李家超环境及生态局局长 谢展宏等之后试乘轻能巴士 听诚给他介绍 无线电视记者 吴家軒 李家超环境及 impressive with us bulun